沒問題,第一個就是要不要把它全選 就是切到圖書資料1-年份這邊 Ctrl Shift向右向下,先選起來好了,不要保險 然後再找到表格設計 把它清除掉就可以了 清除等於是沒有樣式了 然後在這邊有個叫轉換成範圍 把它轉換,它就不是表格了 OK 這個好像應該是正常的 它已經清掉這樣就OK了 就按照它題目要的 把它恢復成原來狀態,最揚升狀態 然後它要做什麼呢 其實主要就是有幾個條件 它的條件起來蠻複雜的 主要是它要我們做的這個OK 3AOK然後3B 然後它主要有幾個問題 條件要設定 就是說要年份2010以後而且包含 所以應該是大於等於 等於的話就喊嘛 2010以後的資料 所以年份這個欄位 然後借購號墨4碼要這個 並且書墨的編號 前兩碼必須是23跟24 總共會有 三個條件 而且它這個 這個三個條件是 必須都要成立 所以這個三個是AND AND OK 然後這兩個是或 所以這是偶爾 OK 那 首先的話呢 最後其實就做這個效果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它要粗體字 然後 它要 這個什麼呢 顏色要是 這個這個深黃褐色輻射3的 這個 然後它的底色是要這一個 那我們假設要做出這樣的效果 當然我是建議你先做一個 再做下一個 再做下一個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這個地方意思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 因為我要針對 剛剛提到的 年份 那它其實是怎麼樣 它是希望說 你把那個什麼 2010以後 的年份 把它底色 前上剛剛那個 那它要的樣式 可是問題啊 你首先要先找到 當然有幾種做法 就是如果你用那個篩選 就是用這個篩選的方式的話 當然你這邊可以 選擇什麼 應該是 大於 等於 2010 它就會先得到 第一個條件 然後把這個條件 找到之後 再去找第2個結構 再去找第3個輸目編號 然後再把顏色塗上去 它就會有那個效果 可是假如說啦 其實題目不是要你這樣做 題目是要希望說 你用另外一個方式 叫做常用裡面的 設定格式化條件 的新增規則 哇那這個就難了 如果用篩選再去 改顏色 其實相對簡單一些些 那如果說要設定格式化條件的話 首先第一個 我要針對它要 找的條件範圍 先選起來 那理論上 不要選到上面欄位名稱 選到A2 以下的資料 所以 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好 那意思就是說我要設定的 這個什麼 條件的範圍在這邊 第1步 第2步的話 找到 條件格式的地方 找到新增規則 那規則部分的話 上面總共有1,2,3,4,5,6 跟各位講 目前只能用最後一種 因為這個地方需要給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話 當然它有 三個 不同的條件 所以第1個的話是 F欄 的那個需要是 20 10以後的 所以如果假設 公式的話 記得在這邊打 的規則是等於 那記得打F2 因為我們 從第2列開始 不是從第1列開始 那給一個條件 大於 等於 20 10 OK 特別需要 這個地方的話 記得開頭一定要等於 然後 後面就是它的條件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將來的話呢 它有點像是跑一個 怎麼講 循序的 它會從第2列開始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找到底下 但是 藍的 部分是固定的 所以記得 這邊 一定是F欄 所以F欄 不能動 所以請你把F 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用來表示說 我固定找 就是找那個F欄 然後這個2的話呢 它會變動 所以它 從 這個地方的2指的是 從第2列開始 那它就會 把你目前選的範圍 一直往下追蹤 這個 有沒有 大於等於 這個2010 如果有的話呢 那要做什麼事 所以底下有格式 格式點一下 第一個 剛好看到 一定要出體 所以出體一下 第二個 它的字 的顏色 好像要 哪一個 其實這個 有點 比較不好記 不過 我大概 用 印象記 應該是深黃褐色 輻射三的 叫聲 反熱屬 應該是這個 確定一下 這個 這個字 有沒有 這個是 整列的 應該這個 這個字型顏色 沒錯 這個是填滿色彩 是底色 所以這個是深黃褐 輻射三 的叫聲 反熱屬 另外一個深黃褐 這個輻射二 較淺 40% 所以我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是字的顏色 對 然後這個是底色 就是底下填滿的顏色 所以先選這一個 然後再來 切到填滿 因為填滿跟各位講 填滿上面不會顯示 所以你可能要從這邊 去找到位置 哪一個 這個嘛 所以你可能要記一下位置 應該是 從右邊算過來 應該是 123 45 5 往上推 3個 OK 所以 切到填滿 12345 就這一個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也就是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就通通幫我填個顏色吧 有沒有看到 理論上 這麼多 有沒有底下 只要是 他是20 10以後的 這個資料呢 就幫我把顏色 這個填上去了 那可是問題 其實還沒結束啦 因為剛剛我們把他管理好了 管理剛剛的規則 其實我們剛剛只有 這邊按編輯規則 其實只有第一個 可是喔 他其實有三個 第二個是 借構號 墨碼必須是 6668 所以借構號在哪一欄 借構號我看一下 借構號應該是在A欄 所以我們可以再編輯一下 如果你有第二個條件的話 請記得 你要在 等號後面加個AND AND的話 就是說 我有兩個條件 而且這個兩個條件 一定要同時 為True的時候 再幫我做下面的 這個格式 所以AND 第一個條件 剛剛已經輸入了 那第二個條件 就輸入豆點 第二個條件 什麼 就是這個 那一樣的道理 A2 從A2開始 那一樣是固定在 那個A欄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請你在 A前面先打個錢的符號 然後A 2 就是他往下會 繼續看 繼續找 那針對這個資料做什麼呢 幫我把 他的右邊的四個字抓出來 所以用RIGHT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四個字 所以豆點4 如果抓出來之後 假如等於多少 等於 雙引號 一般習慣 雙引號 6668 後雙引號 因為在這裡 他左右移動 他會 跑那個儲存格 那這樣後刮弧一下 OK 那就是 剛剛 這個是原來的條件 那我其實只是加了AND的刮弧 然後豆點第二個條件 看一下應該是 他講的這個 我看一下 應該是 借購莫 四馬為 6668 應該沒錯 好 那我們來看 所以 他一定要兩個條件都為處 他才會格式化 按確定看看 再按確定一下 有沒有看到 6668 對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加了這個條件之後變成他的 範圍就縮小了 剛剛好像蠻多 都有填顏色了 可是呢 因為再加一個條件 又縮小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已經第2個條件了 那還有第3個條件 所以這一題最難的應該是這個地方 輸目編號前兩碼 為 23跟24 那輸目編號在哪裡 輸目編號在這裡 第一欄 所以 一樣 又進到 這個地方 然後呢 管理規則 重新再把這個地方編輯規則 然後把這個公式再加一下 不過你可能同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一次打完 可以 那算你厲害 如果一次就打對的話 那你真的是很厲害 OK 因為我 覺得應該 很少同學能夠一次打對 所以我把它分三次 好 所以第3個條是什麼 豆點 然後第3個是 這是輸目編號 所以輸目編號是第1 所以一樣喔 先加個前的符號 然後第2 OK然後怎麼樣呢 他的前 前面就用Labs 所以在這個外面加一個Labs L E F T 前瓜符 然後 豆點2 如果假設取了他 前兩個字之後呢 等於什麼呢 23 OK後雙女號 好 那就幫我把它M 可是問題 先這樣好了 因為 後面還有24 我們等一下再看 按確定 等一下再按確定 有沒有又更少了 這裡沒有23 又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最後得到老暗只有1比 還沒有23 24怎麼辦 所以少一個24 所以呢 我們24部分的話 最後再加一下 那因為這個23貨24喔 所以貨的話 哇這麻煩了 你看這麼小的一格 裡面要寫這麼多 貨的話呢 記得 請你特別注意喔 目前我們寫一個 那貨的話 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就是要放外面 就是要放外面 我先把它C 一下 把這個剛剛打的公式 複製一下 然後外面先包一個偶爾 或 錢瓜糊 這個是一個條件 對不對 你要向 這個地方很容易出錯喔 如果你用那個 鍵 所以這個地方又不能用那個鍵 向左右鍵 然後偶爾外面包一下 然後在尾巴加一個豆點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一下 把這個23改24 也就是說 第二個條件 就23 或24 記得喔 尾巴一定要加一個 後瓜糊 這個後瓜糊是偶爾的後瓜糊 OK 有沒有 如果23或24 那後瓜糊一下 這個後瓜糊應該是and的後瓜糊 這個後瓜糊是偶爾的後瓜糊 好啦 全部 寫完了 OK 不過關鍵時刻來了 如果這也一次做對的話 那恭喜你 算你厲害 OK 看一下應該23 沒錯 24也會出現 看一下底下應該是不是也有24 這邊有24的出現 OK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今天這一題 就完成 不過跟各位講 今天最難最難的 就是剛剛那個 那我想應該有很多同學應該沒辦法跟上 不過沒關係啦 我剛剛有把那個 我的公式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就在哪裡 在雲端上面這一串 所以我剛剛是 第一個step 要不要拆解 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 是and 然後再加上這一個 後瓜糊 第三個step 就是先加這一個 再把它放到偶爾裡面 有沒有 這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然後偶爾有前瓜糊 偶爾後瓜糊 就這一串 第三個條件 所以 一二三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只是說 真的很容易做錯 如果你假設一次就做對 真的算厲害的 如果你一次沒辦法做對 也不是算你不厲害 真的是太難了 OK 做完之後得到的結果 可以檢查一下 請各位最後把這一題 再另存新檔 檔名的話 就是 EXA 然後 就給他一個 204 這題就完成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今天的作業 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 202跟204 這兩題 然後 202最難的就是那個 自訂格式的地方 應該會有 正 負零 的 公式 雲端上也有了 那 204最難的應該就是剛剛這個地方 其實啦 我是把它分成四次 先 那個什麼 大於等於 2010的 然後再來是抓那個什麼呢 這個 什麼 A欄 借購號的那個 6668 然後再來是 輸目編號 我是輸目編號 先r3 再把r3複製貼到後面 用前面加一個偶核 把它全部 也就是總共會有 幾個貼額 總共其實它是四個條件 然後有一個條件是要用或的方法 有 三個條件是用and的方法 這真的是太複雜了 所以剛剛那個部分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有把雲端 上面呢 先放那個 就是我把它放在雲端版本第10頁的地方 試試看 當然這個地方 理論上是可以再把它改成 VBA 因為VBA好處就是說 將來你就不用下那麼長的公式 反正你做就做一次 以後呢 不用再重置 但是如果你用公式 像設定格上 你今天做 明天還要再做 以後呢 他再下 一大堆公式 那其實也是 是頗麻煩的 所以要怎麼樣再把它變成 具備有查詢功能的一些程式撰寫 這個我們也許 下一次再來看 OK 那一樣啦 我剛剛的動作 我是有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如果假設 你對於剛剛的那個動作 還是不太清楚 沒關係 回去再看過 那 這個是真的需要鍛鍊 因為如果你的公式能夠很快 而且很正確的把它打上去 無誤的話 那以後你要射條件就蠻蠻快的